所以有没有看到说他跟我们讲Rombos PQRS 小朋友们一定要很了解知道什么是Rombos 你知道吗 Rombos的意思呢 就是歪咬的正方形啊 歪咬的正方形呢 就是说这边的长度和这边的长度和这边的长度和这边的长度 是一样的 OK 所以那个就叫做Rombos 还记得老师有教过你们吗 小朋友我跟你们讲说 如果你要找 OK 你有两条Digona在中间的 所以这两条Digona交叉的地方 就是这条线的中间点 或者是这条线的中间点 所以现在呢 他叫你找T啊 所以你就去看 你有两条线 T是这两条线的中间点啊 所以第一个呢 是蓝色的线 T是蓝色的线的中间点 T也是粉红色的线的中间点 看到吗 小朋友 你要用哪一条线来去找T呢 要用蓝色的还是粉红色的 当然很明显的是用蓝色的啦 你有没有看到蓝色的 他两个Colini都给完你了 你当然是很容易可以找到你的T 你用粉红色的你怎样找 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写N 一个写M 你都没有给完你 你怎样去找T 懂吗 所以我们就先选蓝色的来去找T啊 中间点 所以来T 其实就是这两个点的中间点 所以我们就用中间点的formula啦 所以来你可以label上去 X1Y1 X2Y2 OK 小朋友我记得了 OK 还记得你的formula嘛 X1加X2除以2 所以我将他们的X加起来 除以2 这个就是中间点的X 接下来我再来拿Y1加Y2除以2 所以我将他们的Y加起来 再除以2 看到吗 所以我就找到我的T啊 所以我来3加7等于10啊 10除以2就是等于5 6加2等于8 对吗 8除以2就是等于10 So我就已经找到了 OK 我的T的来个cognit 来我们写上去好吗 OK So我的T的cognit呢 是5和4 OK So当我找到了我的T的cognit 他要我找M和N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OK 我都有中间点了 OK 你们少一个X 少一个Y 我都可以the bullet找回去 So你还记得 老师要怎样the bullet找回去吗 小朋友 当我们要the bullet找回去 还记得老师讲过吗 你的那个formula改良一点点 X1加X2除以2 等于XM 你先写进去里面先中间点的X 然后Y1加Y2除以2 等于YM 你先写进去里面 OK 然后你就在这边label咯 这个是X1 这个是Y1 这个是X2 这个是Y2 OK 我们sub进去里面啊 So我的X1是N 再加我的X2是2 除以2 这样就是等于我的中间点的X小 OK So有没有看到我的中间点的X就是5 OK 个壁的也是你带进去里面啊 Y1是7 再加我的Y2是M 你就照样写回M了 除以2就是等于我的中间点的Y So我的中间点的Y是4 对吗 So我就写4下去 OK 然后你就focus啦 先focus左边的先 来 还记得没有 除 翻去等于的另一边变成成啊 OK So数学先写 不需要超的先 不需要搬加的先 N加2等于5乘12 So5乘2是不是等于10 So接下去你还要将这个加2搬走 对吗 So数学先写 不需要搬加的先 N等于10 10-2对吗 So10-2等于8 So你就找到了答案 这个也是一样哦 OK 先搬 这个老师就一步一步show啊 So你可以compare OK 数学先超 那我不需要搬加的先 不需要搬加的先 看到吗 7加m等于4乘以2 So你的7加m呢 就是等于8了哦 这样现在呢 你的啊 你要找的是m对吗 你的加7就要搬去等于的另一 side So当你的加7搬去等于的另一 side啊 数学先超不需要搬加的先 OK 加搬过去就变成减啊 So你就找到了你的m等于1 OK So你就已经找到第二个了啦 我的m等于8 m等于1 就是这样 OK So 找到了这一个东西咬过后 我们又可以开始再做了 OK So小朋友 他问什么呢 他讲 哦 找出我的Rombos的长度 周长 小朋友讲 死了 这样多来 这样多条线来找 还记得老师讲过吗 Rombos是被你拉歪了的正方形 So只要你找到一条长度 你程式 OK 你就可以找到了整个的周长啦 懂没有 OK So来 我们一步一步来找啊 OK 这个叫Rombos OK 来 给我 画上来 OK So 你们要用哪一条来找呢 嗯 我们就用 这一条来找他的长度啦 好吗 这条 OK 来啊 我插掉这里 写上相关的号码 M41哦 OK 然后我们去找他的长度啊 So我的长度呢 就是 还记得那个formula吗 我写在小小这边给你们看 X2-X1 X2-X1 Guazardu 加Y2-Y1 Guazardu 看到吗 So你可以 Label上去的 X2-X1-Y1 OK 先stop号码进去前 最后才放上画号 OK X2 就是3 就是3 减掉X1 就是2 Guazardu OK 再加Y2 OK Y2就是6 减掉Y1 就是1 然后Guazardu 然后我们做一下啊 OK 3减2 等于1 Guazardu 6减1 就是等于5 Guazardu 对吗 So我们一定要讲 他的Square Guazardu 乘出来啊 1 Square 就是等于1啊 5Square 就是等于25 看到吗 So你就找到了26 OK 还没有玩啊 小朋友 你可以将你的答案呢 OK 按一下计算机 OK Square root26 OK 我们按一下啊 Square root26 是不是无止境了 OK 你要找周长 老师就建议这样啊 你先写 Permeter 就是4条一样长 每一条是Square root26 你就乘4 OK 然后呢 我们就按4乘以Square root24 OK So有没有看到 我们就按到呀 哇 一系列的答案 我们写下来 20点 你可以拿三位数啊 396units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咯 这个就是它的周长了 OK 所以这种 Fumman的那种 Polygram的原理 OK 有用到少少在这里咯 好 好